当然了 这种大功并非全然的无私 正因此 唐杰还是会努力打败玲珑 但只要条件允许 他考虑问题都会尽量从大局出发 唐杰的一番话 让玲珑再无话可说 就连观战众修 以及那暗处观摩的几位大能 亦一起暗暗点头 一道先缘之力突然隔空传来 落在玲珑三清之上 得到了这三清之力的贯注 原本不稳的三清法身终于得以保全 只要三清法身在 三清小世界就能重新创造 一个声音已从天边传来 玲珑 此战你已输 还不随我回天涯海阁 从此以后 天涯海阁掌舵人一职 就由光华负责 玲珑 你便闭门修炼吧 除非鸿蒙大劫这类事 否则就不必出山了 你性子向来暴裂 此番战败归隐 与你未必不是好事 将来有成 说不得可借此冲入地先 听到这声音 所有修者一起拜道 见过孤舍仙子 这孤舍仙子 正是天涯海阁的地先之一 曾经的禁谷四绝人物 寿元九远 论辈分 就是云天蓝 都比他小一截 孤舍仙子说话 玲珑仙尊再不得不认输 将袁扬针一抛 玲珑仙尊道 今日一战 是我输了 逍遥天尊 以化神圣出窍 创不是奇迹 从此以后 七侠借子夫以下第一人 非你莫属 还望天尊莫要自满 继续精进 将来鸿蒙大劫之日 或许就要靠天尊力万狂澜了 真情也好 假意也罢 圣怒过后 玲珑仙尊终于还是显示出 一个大人物应有的风度 没再说什么忌恨报复的话 反而恭喜了唐杰的成就 此刻话说完 玲珑身一摆 已自离去 从今以后 除非鸿蒙大劫 海阁有难 七侠界再不会见到玲珑身影 众修见状 互相看了看 终是一起拱手长生道 恭喜逍遥天尊 成就子夫 必依人 出云山 毫无疑问 今天又是一次盛大的庆功宴 喜悦派所有人都在狂欢 欢庆 唐杰的胜利 也庆祝喜悦派的越发强大 今日一战 唐杰以化神修为 成就子夫第一人的称号 意味着喜悦派 已正式成为六派 哦不 四大派中最强的一派 虽然因为地先关系 还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 却也足以让大家欣喜 而且在所有人的心中 都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 唐杰以化神的身份 都能胜出窍 那将来以出窍之身 未必就不能赢地先呢 而相比冲击地先的难度 冲击出窍的难度 却要小了许多 除非先台 小境界总是比大境界好冲的 只要不出意外 唐杰成就出窍 只是时间上的事 正因此 喜悦派如今上上下下 皆陷入一片狂欢 反倒是这狂喜的主角唐杰 此时并不在会上 摘兴风后山 茅草小屋中 唐杰恭恭敬敬地 站在云天兰的下手 云天兰挥了挥手 坐吧 唐杰坐下 云天兰看了看唐杰 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这次你做得很好 虽打败玲珑 却赢得上上下下许多人的心 如今就算天涯海阁内部 也有许多人对你颇为赞赏 这里面 固然有许光华妇女的原因 更多的 还是你先前表现出的大度 胸怀宽广 方为大人物应有之气度 师叔祖赞许 弟子愧不敢当 不必客气 云天兰挥挥衣袖 让你来 是有件事要问你 我关你之前所战 那最后击出的一拳轮回之机 与之前竟似有所不同 威力倍增 这是怎么回事啊 唐杰临死前打出的一拳轮回击 威力之大 骇人听闻 以出窍天尊全力防守 也无法抵挡 身受重创 而在唐杰复生之后 这威力竟继续保持 灭魔权威力 也是随之大增 才能一击碎玲珑手臂 再击毁三清世界 直灭法身 唐杰回道 此乃战身爵之功 弟子也没想到 原来此法 竟是与战身屠戮配套的 这战身爵就是当年唐杰从万界王庭碎片中获得的一门弓法 当时唐杰一共获得三种弓法 分别为长生剑 逍遥游和战身爵 其中战身爵是唯一可以在天心境使用的 唐杰自入心魔器后便修行此法 发现虽然对自己的身体战力有所增益 但效果有限 剑剑也就没再理会 直到后来掌握了长生剑后 才感到这战神爵可能并不普通 又重新修炼了一番 但那个时候 他还没得到战皇屠戮 所以依旧没感到多大好处 便再度弃之 只是那逍遥游的神童学了 可惜此身法擅长远程行路 战斗中的发挥不出太大作用 时间长了 唐杰便将战神爵给忘了 这次与玲珑先尊战斗 最后时刻 唐杰调度所有力量 玄黄真解作用下 竟然将战神爵也发动出来 没想到 这战神爵与战皇屠戮配在一起 竟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威力 战皇屠戮的攻击至少提升四成 四成战力的提升 体现在实战上 作用极大 结果就是玲珑受到重创 唐杰这时才明白 感情这战神爵与长生剑一样 都是与兵主秘技相配套的 听唐杰解释过后 云天兰点点头 哦 原来是这样 这姬瑶仙果然非比常人 竟然能创造出与那兵主如此契合之功法 的确是天纵奇才啊 唐杰也认同道 是啊 可惜我早不知道 要是早些认识到这一点 那战神爵修炼得再深一些 今日一战也未必如此艰苦 不过说来也怪 当初我在青云界曾告诉过他我在王庭碎片的机遇 为何他却从不向我解释这两门功法的作用呢 也许是他有心考验你 希望你自己发现吧 云天兰回道 这大人我啊 往往有很多的怪癖 有时有些奇怪的举止亦不稀奇 故而云天兰如此说 唐杰却摇了摇头 眼中露出思索之色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姬瑶仙好像有什么不对 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哦 云天兰惊讶 哪里不对 唐杰想了一会儿回道 嗯 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从认识他那天起 就好像有什么疑云罩在他的身上 让我看不清他 我有种感觉 就是他好像在掩饰什么 掩饰什么 唐杰摇头 我不知道 低头想了想 云天兰灰秀 永恒之官已然出现 棺材里躺着一个女子 正是青龙 既然不知道 不若就换着老龙出来问问 云天兰道 打开光盖 青龙坐起 冷眼看了云天兰和唐杰一眼 老龙哼道 哼 这次怎么这么快就叫本仙出来啊 又有什么问题吗 云天兰一道 修炼上倒没什么要请教上仙的 只是那有关姬摇仙 有些问题想要请教 青龙哼道 哼 姬摇仙 这个女人有什么好说的 她本是王庭仙子 坠了魔道后 反出王庭 却被玉成子镇压于魔界小世界中 困伏万年 这段话与唐杰云天兰所知一般无二 但却不是唐杰所想知道的 唐杰道 可还有更详细的吗 青龙却是一翻白眼 我与那魔女并非深交啊 能知她多少事啊 再说了 你破坏我转生大忌 就算知道 我又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唐杰被她呛了一下 也不生气 只是笑笑道 这永恒之官呢 是她给我的 若我此误 你现在说不定 已恢复几份功力 脱款而出了 难道 你就不恨她吗 这话果然戳中了老龙的心结 让她一时间大为犹豫 不过左思右想 还是一摇头 忠实恨你多一些 我是不会帮你的 唐杰见了也不急 只是不理她 自语云天兰岛 为了取永恒之官 我将那仙福掀开半章 总觉得此事有阴谋 或许当日之音 就是姬瑶仙 未来脱困之果 不可不防 不知疏祖可有什么法子 重新加固此福吗 云天兰想了想问道 你那山河设计图 如今如何了 还在建设中 如今已有星衣斗转之事 云天兰点点头 我会让灵霄 再继续投些资源于你 或许要不了多久 就可容纳我进入 不过时间不可拖得太长 唐杰懂他的意思 要是时间拖延太久 云天兰突破真仙 山河设计图 就要再次无法容纳了 小世界都有自己的力量极限 力量极限越高 能够容纳的力量越强 与人不同的是 小世界的容纳极限 可以随着物资资源的投入 不断提升 没有瓶颈可言 最终可以变得 如一个真正世界般 容纳千万修者 如此 就会形成一个真正的世界 唐杰的山河设计图 其实已经可以容纳云天兰了 只不过容纳的比较勉强 部分力量外溢 依然会对传颂阵造成影响 至于分身之类的就更别提了 法术凝聚的分身 是不可能经历整整三天的超距离传颂的 实在不行 就只能再找些材料来强化传颂阵了 唐杰回道 只要肯想 办法总是有的 说到这儿 唐杰叹了口气 说起来 姬摇仙好歹也是我师娘啊 又帮了我许多 我却处心积虑地算计她 实在是有些不孝了 说这些话时 唐杰情真意切 倒是没有半分虚假 于她而言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怀疑姬摇仙 的确感觉对不起她 旁边老龙倒是听迷糊了 不是 等等等等 怎么姬摇仙 成你师娘了 她自被装进永恒之关后 大部分时间都在棺材里睡着 因为担心她恢复真仙实力 所以云天兰从来不敢轻忽大意 轻易不敢放她出来 偶尔出来 也都是问些修炼上的问题 问过之后立刻关回去 正因此 像这般三人对坐聊天 第二却还是二百年来头一回 这也是因为云天兰突破真仙在计 又在二百年时间中逐渐感受到老龙的恢复速度 知道她要恢复需要的时间其实极长 再加上唐杰需要 才破天荒的没立刻把她关回去 正因此 老龙一直不知道姬摇仙与唐杰的关系 此刻突然听到唐杰说姬摇仙是自己师娘 立刻惊讶询问 唐杰这才满条四里的将自己曾经的寄语说了一遍 所以说兵主也算是我师父 而当日我在青云界被姬摇仙利用使用安抚精 导致神魂受损严重 眼看分身将死中 无意发现一物竟有护魂之效 唐杰将姬女徒以雕像的事说了出来 有时候要得到消息就得先付出消息 唐杰有心从老龙那儿套情报 便不再隐瞒自己的事 等到她说过雕像交给姬摇仙 姬摇仙认出兵主 换出李九阳之名后 老龙突然站了一下 脱口叫道 李九阳 你说兵主就是李九阳 是啊 唐杰一愣 显然这老龙也是知道兵主的 只是老龙在听到李九阳之名后 先是呆了呆 随后竟哈哈大笑起来 呵呵 李九阳 原来你说的师父就是李九阳 七条先是你师娘 哈哈哈哈 哎呀 这个卑鄙无耻恶心 肮脏心如蛇蝎的女人呢 被李九阳恨不得生蛋其肉的女人 什么时候竟成你师娘了 哎 李九阳仙泉下有知 肯定会从皇权世界爬回来狠狠杀你这小笨蛋的耳光的 你说什么 唐杰大惊失色 老龙一大声回道 我说 姚女的确是李九阳的女人不假 可姬姚仙这个婊子却不是什么姚女 你不会以为谁的名字里带个姚字 她就是姚女了吧 呵呵呵 你上当了 蠢货 怪不得姬姚仙要把永恒之官给你 她不是要让你阻止我的实力恢复 而就是要避免你与我交谈 以免暴露她的身份呢 仿佛一个晴天霹雳打在唐杰的头上 唐杰彻底傻了 人总是会受困于既定思维 只有当真相被揭开时 许多曾经的遗团才会解开 现在想想 其实姬姚仙从未说过自己是姚女 当初唐杰之所以误认姬姚仙是姚女 完全是因为那张姚女入梦图 正好救了唐杰分身的命 姬姚仙又在那时说了一句 为什么我有种熟悉的感觉 再加上那一个姚字和姬姚仙王婷的身份 竟让唐杰本能地以为姬姚仙就是姚女 本来这个事要是面对面地说 很容易就能从表现上看出问题 偏偏那时姬姚仙还被关在魔学中 唐杰看不到她的表情表现 只能根据声音做出推断 所有的智慧 洞察与分析都是建立在基础信息上的 当基础信息大量缺乏时 智慧也就无从谈起 在这种情况下 先入为主的唐杰就犯了一个大错误 在误认为姬姚仙可能是姚女后 她竟然还念了首诗 王婷院外中凤鸾 入梦仙女飞九天 中宝有嫁晴无嫁 春风小楼流影间 仙境灵狐返周过 愿作鸳鸯不作仙 经问姚女何所在 坠入鸿蒙 化魔仙 她自我感觉自己做的这首诗不错 其实呢却犯了一个大错误 便是透露了一些关于姚女的信息 尤其是最后两句 亲问姚女何所在 坠入鸿蒙化魔仙 那简直就是在说 姬姚仙就是姚女啊 虽然姬姚仙不清楚具体情况 却还是感到了一丝机会 而当唐杰把兵主雕像给她时 姬姚仙到底的确确认出了李九阳 于是一场好戏随之上演 姬姚仙痛哭李九阳 导致唐杰直接确认姬姚仙就是姚女 姬姚仙也顺水推舟 转而将养神经传给唐杰 可惜的是唐杰并没有因此释放姬姚仙 不过这姬姚仙也当真是好耐心 竟然按耐住了冲动 从此不再强逼唐杰 他很清楚一件事 只要唐杰还认他这个师娘 那么就不会和他中断往来 而只要有往来 那就有机会 但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大麻烦 就是老龙 老龙是知道他真实身份的 所以姬姚仙也当即立断 立刻送出永恒之关 困住老龙 使老龙几乎没有和唐杰说话的机会 每个人都以为 姬姚仙送出永恒之关的目的是 半开镇压服 却不知姬姚仙置不在此 他们从一开始就猜错了 自然也都坠入了姬姚仙的构中 姬姚仙的秘密 因此而守住 就这样 唐杰将姬姚仙当成了师娘 这一任 就是二百年 就这样